哈喽宝宝们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我收到了小包爱护夫的留言 他说可不可以做一期教程 关于这个翻包照片的拍摄 我就想到前两周 我们在做这个美妆产品的拍摄课程的时候 就有涉及到一点关于翻包照的拍摄 所以今天不妨就这个话题 展开一下来看看 拍摄思路以及实拍过程 究竟是怎样的 翻包照这个概念呢 应该是起源于国外一些类似IG这样的图片分享网站 从表面看好像是给你展示一个人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实际上呢 它是想从侧面去体现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我把这类照片的拍摄思路呢 就总结成了两大类 一类就是整齐摆放的拍摄出来的照片 另一类呢 就是充满了随意性 给人感觉就是东西不经意的从包里散落 不管我们拍什么 一定要先选定合适的光线 一般进屋拍摄我会直接使用测光 这是最简单也容易出效果的光位 注意观察视频中 每一次拍摄我都使用的自然光 并且尽可能去靠近光源 使被摄物体受光充足 第一个实拍例子 我们来拍摄一张整截风的翻包图 先找出你要拍摄的主体里体积相对较大的 然后依次放入其他的物品 尽量保持物体与物体之间有差不多的间距 并且开动脑筋把所有物体摆放成一个边缘对齐的长方形或者正方形 这样会给观者在视觉上带来一种成组摆放的整洁感 包可以放在画面最下面或者最上面 并且构图的时候并不一定要拍全整个包 而是部分入镜即可 这样观者的目光才可以更好地集中在展示出来的物体上 看了这个实拍例子呢 在这里就忍不住想提醒一下大家 尤其是用手机拍摄的宝宝们 一定要注意手机和物体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去防止画面产生不好看的积变 这个距离呢 根据我的个人经验 一般最好不要就是少于两个手掌的距离 如果你是需要把画面拉近一点呢 你可以通过拉胶距去实现 而不要把手机靠得太近 第二个实拍例子 我们来拍摄一张随性一点的翻包照片 为了制造出不经意的感觉 诀窍就是物体摆放的时候 尽量都采用不同的方向 这样整个画面看起来就会非常随性 构图的时候 如果你不是想要特地的体现手带本身 也可以让其部分入镜 这里手带比较大 所以一般考虑把它放在画面四个角的其中一角即可 尽量减弱其在画面里视觉的重量 还有一种拍摄方式就是部分物体散落 其他的物体露出一半 这种比较适合突出一两件物品 也就是说其他不需要突出的物品就从包里露出一半 而需要突出的物体完全散落出来 这样观者的目光自然就会更多的落在完全露出的物体上 看了这么多实拍的例子 是不是对翻包照的拍摄有了更清楚的思路呢 那在这里呢我想强调一下 如果你想照片更好看 就不要忽略照片的故事性 而故事性呢来源于物品的搭配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拍翻包照 并不一定需要把你包里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拍 而是有针对性的做一个选择 照片的故事性会更好 举个例子 比如你今天去度假 那么你的翻包照展示出来的物品 更多的就应该是和度假相关的 比如说防晒霜、墨镜、机票、护照等等 这个在之前王小冉同学叫来的作业里 真的体现了非常棒 大家可以看屏幕 如果你今天是去上班 那么你的翻包照展示出来的物品 可能就更日常 比如说像公交卡、地铁卡 或是口红啊 随身小镜子等等的 总而言之呢 就是当你在拍摄的时候 除了花一点心思去思考物体的摆放之外 如果还能想想什么东西更适合拍在照片里 让它产生故事性 这样的照片拍出来一定会有更好的效果